警察真的是非常辛苦 而且他要做的工作又多又雜 居然還要幫忙抓機 12 晚間 11 點左右 有民眾向警方報案說 有一隻公雞在路上逛大街 擔心會危害到機車騎士的安全 警方後報後前往查看 看到公雞正站在一台汽車的後車廂上面 他也和熱心的民眾一起來抓這隻公雞 而台東警分局也請市主要出面把公雞給領回 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一隻公雞突然從路邊竄出 然後就在街上逛了起來 而有民眾擔心公雞在路上閒晃 會造成交通意外 於是通報警方處理 警方獲報趕底現場後 一時也抓不到公雞 索性有一旁熱心的民眾協助 這才將公雞給抓住 台東警分局保商派出所 10月12日22時45分 接獲110報案 有公雞深夜在馬路上流竄 遠景到場後 建議一隻白色公雞站立於汽車車頂 與住戶合作順利擬桌 因目前尚未知曉公雞市主 暫遣其他養雞經驗民眾代為飼養 無人任禮時 將通報主管機關台東縣防疫所處理 呼籲市主應善盡飼養責任 躺放任 其處寵物在道路上分走妨礙交通 所有人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新台幣最高600元以下法官 但目前收留公雞的民眾則表示 因為公雞的叫聲太過尖銳 已經被附近的民眾抗議 因此希望公雞的市主趕緊出面 將他領回家 不然就只能將他送返回派出所 5點這樣叫不然就 阿東陣 8點8點 還在那叫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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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主人趕快領回去 希望公雞的市主能夠趕緊出面 加公雞領回 避免遭到退貨 讓派出所成為養雞場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 大道